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继续人物评的,三,虽然梅者的年纪不是比我大很多,但在我心里他一直是个大者。 我是敬佩他爱音乐和为人做事,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。 我对他的感觉只有两个词,珍惜与尊重,涂折的平的。 梅者在台上跟台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,在台上是很吸引人家的眼睛,就是很想要看,在台下就是亲和力很强,人很好,挺温柔的。 有时候挺搞笑的一个姐姐,房祖明平的。 梅者一生不断做善事,甚至离开了也继续做,这种精神很值得学习。 梅者他走之前跟我说过,当一个歌手或者艺人,最要交代的就是你的歌迷,你的之音,我觉得瞒对的,陈奕迅平的。 梅者是我很尊重的前辈,而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,就是他做事很努力,又很照顾身边人,陈奕迅平的。 很多时候,梅者都会出来帮我们讨功道,他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启发,就是我们好象应该他那样,更加努力地生活,坚持到最后一分钟,扬迁华平的。 我觉得梅者很好,对每一个人都很好,因为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,我们工作其实已经很忙,连家人或者朋友也没太多时间去照顾,自己都照顾不了。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好厉害,可以帮很多人,用祖而平的。 我觉得梅者肯照顾我门后辈,虽然说我不是跟他同一个公司,也不是他的徒弟或是什么人,但他看得我会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,梁奕迪平的。 我是听着他的歌成长的,一直到今天,他始终都是我的偶像,虽然没有机会和他接触,合作,但一直都知道他对事业很执着,即使患了癌症,也依然不断地追求。 他的突然离世,使我有机会看到他大量的节目表演和各种介绍。 一瞬间,我才发现,我并没有完全真正了解他。 艺术上的成熟魅力和性格上的坚毅,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感和投入,包括对朋友的关爱和支持,我对他更是肅然起敬。 他不仅是难得的优秀艺人,更是娱乐圈全体同人的楷模。 我们在悼念他的同时,也会将他的这种精神发扬,对于他曾指出的中国大陆艺人不够敬业一事。 我们对他最好的致敬方法,莫过于把这种意见变成对我们的一种鞭策。 新近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表演者权益保障中心,将为中国大陆艺人创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空间和良好氛围,是晓冬平的。 梅者他是生命力量的象征,还记得他为刘嘉玲拿照事件出头,他总能教给我们这些年轻小辈不小为人的道理,将指而评的。 梅者是个非常豪爽,非常意气的人,他恨知道保护和栽培新人,他是我最喜欢也最敬佩的女艺人,歌舞,演戏无所不能,你冰冰平的。 梅艳芳是空前绝后的戚册乐坛的女王,也是香港乐坛成长时代的李情碑,他在同行的人品,成就是有口皆碑的,他的才艺是这一行的佼佼者,华语乐坛没人可以跟他比,孙南平的。 梅艳芳是我的一个特别好的姐姐,而且我想告诉别人,千万不要以为狠能干的女人都是严厉的,其实他非常非常有女人味,是狠唇口的那种女人,胡坤平的。 我觉得梅艳芳是个狠仗义,狠会顾朋友的人,行事作风狠坚强,狠有男子风范,不会把自己承受的压力表露出来,任传评的。 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今天就讲到这里,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啦。拜拜。